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國勇 歡迎收看全國第一用 國會副議案後天就要表決了 今天民團重回立法院的周圍 繼續要訴求反對國會擴權 濫權的這些相關的法案 不過藍白正眼還是無動於忠 有人故意用諷刺的口吻說 看來他們不認識事 所以叫做無動於哀 那到底是忠還是哀 反正他們就是不理你了 尤其黃國昌他嗆聲說 民眾黨巴西都投反對票支持國民黨 所以這怎麼一回事呢 那看到今天 剛好也是耐清德總統就職滿月的日子 他宣布要在總統府成立三個委員會 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擬定戰略 對於中國的步步進逼 他也在這裡強調台灣不會屈服的 不過中國對於台灣的政策 暖硬兼施暖的更暖 有武力的恐惡 有收買網紅 當然操弄輿論等等 最近連博愛座的爭議在網路上沸沸揚揚 有人懷疑是不是另外一種形態的認知戰 不然其實社會本來就會有一點紛爭 這個紛爭其實有時候免不了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這麼大的一個新聞 而且似乎要挑起年輕人跟所謂senior這些敬老座 我們這些老人家的一個對立 為什麼這樣子呢 相關的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我們現在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自身邊田我們的陳佩芬 佩芬姐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們的立法委員陳冠廷 冠廷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新北市議員彭佳芸 佳芸 詠哥好大家好 我們自身邊田王時期 詩七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國民黨前中常委田芳倫 芳倫 部長好 各個任何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鄭州評論員汪傑明 傑明 大家好 我們看到奈清德 剛好就職滿月 那他射出了三支箭 宣布要成立三大委員會 鎖定氣候變遷 全社會防衛以及健康台灣等等三個委員會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報導 正上講台 這是總統賴清德上任以來首度召開記者會 LED背板輔助下 總統宣布將成立三大委員會 我決定在總統府成立三個委員會 由我擔任召集人 凝聚政府和民間的力量 為國家 為世界 提出更強而有力的解放 總統親自領軍的三大委員會 包括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邀集產官學合作 每季召開一次會議 不過外界質疑 三大委員會 在武漢下官部會重疊恐怕疊床架 批評總統成了太上行政院長架空卓榮泰 但賴總統可不認同 這三個委員會 不只代表著執政團隊一體 跨部會同心 更代表著跨部門 跨領域 公私協力的精神 那因為國政是一體了啦 我在推動這三項委員會的過程當中 也跟總裁院長有過充分的討論 就連三道委員會的人士也呈焦點 總統邀來主張重啟核電的 合索董事長佟子賢 擔任國家氣候變遷 對策委員會的副召集人 是否代表新政府將修正能源政策 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加強社會對話 也就是會邀請不同黨派 不同意見的人共同參與 邀請佟子賢董事長來擔任副召集人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來進行 三階四階或者是未來核電廠的演藝問題 這可以留到委員會的時候 大家共同來討論 那靖德成立的這三個委員會 其實目的在幹什麼 目的就是因為要邀請專家學者 實踐選舉時所提出的國家希望工程構想 因為這是他選總統的時候 對人民的承諾跟他的政見 不過洪孟凱我們看國民黨怎麼講 他說哇你這總統等於無形中 把總統的職權深入行政體系 這樣行政院還是中華民國最高行政機關嗎 他講這個話 那人家都問一下你的馬英九有沒有升進去 第二個你馬英九不只深入行政 你不只要深入司法要辦王金平 還記不記得啊 所以啊為什麼不公深自反省呢 如果這是他當時選舉總統的政見 那到底有沒有錯值得大家來想 那柯文哲怎麼講 他說看不出有什麼效果啦 除了安插人選以外問題有什麼安插的 這人選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啊 也沒有多擬薪水啊 所以柯文哲講的也怪怪的 黃國昌怎麼講 他說啊行政院只是總統的執行長 部位首長是執行總統議制 其實大家去思考一下 如果要這麼講的話 那乾脆來修憲嘛 因為行政院長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首長 是憲法規定的啊 所以大家都要想說這樣子講對不對呢 這四季 怎麼來看人家說 那已經把一隻手伸進行政體系 我覺得這是在野黨制式反應 好像不罵人就不會生存 制式反應 對對對 你說這是制約反應 對 制約的 就是說只要總統府 或者是執行黨做任何事情 在野黨唯一第一反應 就一定是敲膝蓋一樣 我開始罵 我先罵先贏 因為在總統府成立各這種委員會 賴清德又不是第一個 過去都有 馬雲九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有沒有成立委員會 有啊 總統府什麼資安委員會 然後什麼人權諮詢委員會 馬雲九執政的時候就有嘛 那為什麼馬雲九的時候可以 然後現在賴清德的時候不可以 然後就要開始罵 更何況賴清德他還蠻在意 他選舉的這些承諾 所以呢這些委員會這三個委員會 他從一月一選完之後 其實就開始進入一個籌備的階段 然後呢他還蠻 這個慎重的緊鑼密鼓的去找這些 能夠參與這個委員會的人 我的意思是說他其實擴大了社會接觸層面 也就是說執政團隊行政團隊是行政的這個部分 但是能不能夠獲得更廣泛的社會基礎意見的這些接收 或者是這個參考作為行政機關的參考 這委員會會發揮功能 因為你看他組成的成員就不單只是說啊像民進黨籍的啦 就他會有各個層面那我覺得那個都是擴大社會對話 然後更能夠使得執政的這個政策符合這個更多人民需要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是一件好事啊 那只要是民進黨做好事 在黨唯一的反應就是開罵 他不希望你做好事喔 做好事不是應該希望嗎 我們理論上都覺得大家都應該希望做好事 大家都應該希望台灣做越來越多的好事 然後越來越更進步 可是你看看從1月13號大選完到現在 在黨有哪一件事情是希望台灣做更好的 他每一件事情就開始罵這個執政黨 包括了國會改革法案 這個民進黨只會造謠啦等等的 然後呢碰到這個要成立這個委員會 哇 開始罵說 民進黨除了成立這個委員會 這個把手伸入這個行政院之外 看不到什麼其他的效果 那你回頭去問一下嘛 那馬英九當初為什麼成立委員會 當初馬英九沒有把手伸進行政 行政提示 那為什麼馬英九當時你們都不罵呢 當時馬英九的時候你們不是也很贊成嗎 那為什麼要罵賴清德 我最主要是 他說成立這個會不會疊床嫁屋 他們提到這個 事實上也沒有 因為為什麼這是一個協調性的 然後呢 原來的這些成員裡面 很多都是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嘛 譬如說包括行政院長 包括行政院副院長 包括部會首長 包括政務委員 如果有專家學者 請問這些專家學者有用到國家的錢嗎 也沒有啊 因為這是個榮譽值 就好像我們每一個部會 包括行政院 包括總統府都有什麼 性別平等委員會 這些性別平等委員從哪裡招邀請來的 專家學者 請問有沒有薪水 沒有 可是每個人都想要當這些部會 或者是行政院這些性別啦 包括原住民委員會啦 包括相關這些 譬如說內政部有宗教諮詢委員啦 大家就想當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提供意見給政府 這是一種榮譽 所以很多專家學者 他也很喜歡當這些相關委員會 有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 我再告訴大家一次 有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 所以不用花到國家的錢啊 所以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冠廷 這也不錯咧 為什麼他們要反對 另外也要再看一下 耐靜德今天他要講的 除了這三個委員會他要講說 並通台灣是中國的政策 所以耐靜德說台灣不會屈服啦 人民會捍衛國家的主權啦 另外耐靜德講他反擊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在那邊 還在那邊九二共識等等 所以他說總統職權就是守護國家 維護民主 沒有一個總統是另外的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是互不隸屬 那馬英九說是隸屬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然馬英九為什麼對這句話那麼反感 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他為什麼那麼反感 所以從耐靜德的講法怎麼來看他三大委員會 跟耐靜德對國家主權的整個維護的他的思考在哪裡 部長問得很好 因為我自己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所以我對他這個全社會的任性的委員會 我特別重視 那總統是外交國防兩岸主折的 那作為全國的這個政府的這個最高的這個援手 他當然有必要來做這樣全面性的針對這樣子的議題來做委員會 那特別現在的國防已經跟過去不一樣 不是只有空軍海軍的事情 不是只有陸軍的事情 他跟全社會的任性都有關 為什麼在總統在就職典禮的前一天 耳美的變電站有出現有人入侵 為什麼在總統或者是任何國家重要的大點的時候 都會有重要的基礎設施來遭到這個潛入或破壞 包含桃園機場等等的 我們必須要有全社會的任性去面對這些議題 所以總統現在就任之後 他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問題 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部門 也不僅僅只是政府部門 所以需要全社會來去參與 所以從我們這個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開始 再談到我們其他的方案 國家氣候變遷 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會等等 他就是希望說能夠不僅僅是跨部會 是能夠從政府到民間 來做這樣子完整的串連 所以總統能夠做的事情 把這樣的委員會建置起來 來去推動會更有效率 也會更有能量 就是不僅僅只止於政府 而是能夠跨到民間去 所以我無法理解說 做這樣子的事情 反對黨有什麼好反對的 他們也可以一起來參與 全社會防衛 難道跟國民黨沒有關係嗎 都一致的 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難道只有民主進步黨嗎 國民黨也在裡面 他們同樣也去重視 這樣子的國防 所以當你們真心的 為國家想的時候 民眾不會這麼反對你 為什麼賴清泽 總統現在的執政 滿意度到四十八 不滿意度會卻這麼低 為什麼在經過民眾黨跟國民黨 在國會這樣子 亂了四個多月之後 不斬反檢 你們民眾黨跟國民黨的這個支持度 不斷地是在下滑 尤其是民眾黨 我特別要講民眾黨 因為他完全喪失主體性 所以當你走錯誤的道路的時候 當你跟民意做對的時候 都全部都反映在民意上面 那我必須要特別強調 馬英九前總統講的 一聽到我們講到互不隸屬 他整個抓起來 我不懂為什麼 抓起來的原因是什麼 他不是說互不否認治權嗎 他不是講這件話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是中共在侵擾我們金門的時候 這就是在侵蝕我們的治權 互不否認主權 在所有我們的外交邦交裡面 都可以看到中國伸出 他的黑手的這個痕跡在嗎 不管是最近幾個斷交國家 或是即將他們要介入的國家 中共都在那裡 所以我還是強調 這不是只有民主進步黨 一個人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總統的事情 這些委員會 這些黨想要參加 都能夠加入 如果為國家好 他們就應該參與 不要每次都反其道而行 會反映在你們的民調上面 短短四個多月 從傅昆琦總召來去領導 中國國民黨 在立法院的黨團之後 你看降得多快 這都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看到了當賴靖德提出了三大委員會 要來落實他總統政見的時候 國民黨立即諷刺說 成立什麼委員會 把一隻手伸到行政體系 那為什麼馬英九的時候 那麼多委員會你都不講話 馬英九的時候 有沒有在總統府成立什麼委員會 好多個不是沒有 那你為什麼都不講話 這個時候講話了 其實成立這個委員會也只是一個指導綱領 為什麼就是要落實總統的政見 行政院長本來就要落實總統選舉時候的政見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看到賴靖德為台灣主權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看到陸官百年孝敬竟然有個漏網鏡頭 孝友連旗 這個旗隊沒有向賴靖德敬禮 因為賴靖德是總統 大家看黃埔建校百年孝慶 這是九十九週年 也就是這個是去年的 去年經過主席台的時候 國旗當然是不必敬禮 因為國家最大 其他的旗子是要向總統敬禮的 這我們在體育表演會我們常常看到 這是百年的校友連旗隊通過司令台的時候 校友會齊等並未依禮儀協放向元首致敬 我們看去年當時通過司令台會齊軍協放敬禮 看到沒有四十五度敬禮 為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實在要想建議 陸軍官校 這一些就不要叫他來表演了嘛 有什麼好表演的 T 個正步有什麼好表演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選機選輸了 這樣喔 所以這名從這裡來講 那耐清德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這也沒錯啊 馬英佐直接講過啊 三大委員會也是總統的政見啊 所以看到陸軍官校這一個 所以發現有一些人的黨國思想 他說中黨愛國 中黨愛國 要先中黨才能愛國 這個人如果不中黨就不會愛國 這就是國民黨的思考 而他們的陸軍官校就是這樣訓練啊 不然為什麼這些老的是這樣子 年輕的不會 這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我非常遺憾 我發現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是我們知道其實軍人是要效忠國家 不是效忠黨 但是這裡面其實背後 另外一個深層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認為在這些 比較早一期的這些軍官們 他們其實對於台灣現在 這個軍事表現越來越強大 可能某種程度有些落差 像我們就要舉個簡單的例子 像最近不是有個潛艦在台灣海峽出現嘛 那就發現到很多人就很高興啊 中國展現了武力啊 直接這個航空這個什麼 這個核戰略這個潛艦 直接顯現在台灣海峽啊 對台灣來說這是一個這個警訓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突然之間就這麼的起來 昨天我們看到很多的這些 尤其是包括一些國民黨立法委員 哇整個好像好高興到不得了 我不太懂耶 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你的國家還是台灣 是你的國家 我其實不能理解喔 但是有可能證明 他們是機械故障也要這麼開心 所以這邊確實有些認知的一個差異性 其實我背後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社群軟體 其實在過去段時間社群軟體裡面 特別是你去看比較老一輩這些所謂的 這些退休的軍職人員 他們我以為我自己有加入那些群被邀進去 裡面的內容都可以知道 就是對於民進黨啊 或者對這個政黨或者是 哇這個對中國這麼不友善啊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們已經經過這麼多年洗腦 但是在這麼重大的一個節力上是 慶祝的是黃埔建軍百周年 理論上你對於國家元首來做致敬是一個合理的 但我要注意到 那是我們認知覺得合理 但他們在他們認知裡面 他們覺得啊 這個國家應該是這個國民黨的啊 這個國家不能是給民進黨給佔領 這國家怎麼可以有主張台灣是個獨立國家的 來做這個做這個所謂佔領是當選的總統 他們不能接受 我可以理會他們活在那個時代裡面 我舉個簡單例子 你知道我今天這個三個委員會出來 我剛剛因為時期談的時候 我特別查一下 這個馬英九時代還真的不少這個所謂委員會 還有包括在二零零零零年的時候 推出一個總統府廉政委員會 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好所以也就是說那當然還有包括什麼 靖國一百年慶祝委員會 好這委員會還真的很多 奇怪一下啊 當時的國民黨執政設立委員會 你們都沒有意見 現在設立委員會你意見那麼多 而且其中最誇張你知道嗎 是徐宇貞 徐宇貞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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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三遍 因為上次徐宇貞不是要偷渡那個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選罷法 要調高罷免門檻嘛 就是徐宇貞嘛 後來撤了嘛 徐宇貞說 看到這個賴清德推出這三個委員會 他的直覺是什麼 他說現在是動員勘亂時期嗎 他連三個委員會都成為 自動員官員的年級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看到 中國有這個潛艦出現 在台灣海峽就興奮成這副德行 徐宇貞看到時期不是 那個翁曉玲要的嗎 要反攻大陸啊 對沒錯 他要立法院架構 他是國母要架構在 武權憲法之上 然後最好是回到要反攻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徐宇貞 到底你講的是翁曉玲 還是講的是台灣 但是這個現實問題 我們說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只有去看那些名單 其實這些名單讓你覺得是 真的是有一定的高度 比如說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在所謂的就是氣候變圈裡面 是有中研院的院長加進來 在所謂的醫療體系裡面 由我們之前 幾乎可以拿到諾貝爾 前進中研院長出現 所以我認為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重要的事情是面對新的問題 我們不能再用老的方法 而且這裡面其實已經包括了 包括了場觀研究跟民間力量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真正背後理由是什麼 現在台灣的高度 就是這幾年下來 川普時代 台灣的高度 已經是可以到所謂的國際元首對話 所以對一個總統而言 他集中了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機構 除了對內能夠提供民間 最快速的反應之外 其實某種程度 在國際對話的時候 台灣具有高度啊 這可怕是不是國民黨所見的吧 其實任何人選上總統 軍隊都是向他效忠 為什麼 因為憲法規定總統為三軍統帥 憲法規定的這些人到底 你讀陸軍官校 難道沒有教你憲法嗎 有吧 可是他們的腦子裡竟然 民選總統不在他們的腦子裡 而不敬你 不敬你 我想以後陸軍官校 就不要叫這些人來嘛 還有很多校友 也是尊重國家的 很多校友 陸軍官校的校友 也是效忠國家的 找那些效忠國家的來嘛 幹嘛找這些不效忠的來幹什麼 對不對 不能再找到紀臨人來嗎 跑去中國參加什麼 中國國慶的那些人來嗎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民主國家 怎麼還有這一群人 當然這是一個漏網鏡頭 不過我們看到 耐清德在活動後的午餐會 人大方與校友會人事親切互動 他覺得沒關係 也不想跟他計較 但是我是覺得 怎麼經過了這麼久了 從一九九六年 我們第一次選總統到現在 拜託 幾年 他怎麼腦子裡還沒有轉過來 三十幾年了 佩芬姐 怎麼會這樣 其實坦白說 從看到他成立三大委員會的時候 我其實有嚇一跳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合理 為什麼合理 因為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去年跟他見面談的時候 我說民眾黨在後期的時候 成立了三十個辦公室 十個國家隊 那賴先生有聽進去 但是我發現他這個三大委員會 跟那個又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辦公室他另外有一堆人在負責 可是這三大委員會我覺得是 基本上是國際級的 我為什麼這樣講 氣候變遷是聯合國的世界性的組織 所有的國家都有介入 像美國有特使 然後每一個國家都有特使 所以那是國際上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社會防衛 你知道現在整個社會就是 整個就是一塊一塊的集結 比如說有北約 然後有印太 然後有金磚 然後有五眼聯盟等等 所以他那個基本上是國際的防衛性 所以他這個是已經超越了目前行政院 這個階級 那另外一個就是健康臺灣 你知道那個世界衛生大會 事實上他就是超越了行政院的 所以他這三個委員會已經在行政院之上 這些不是有國防的考慮 就是有外交的考慮 可以這麼講 對 所以國防外交本來就是總統的職權 然後他本人在那邊主持 而不是像前一陣子的三十個辦公室是 另外找人負責 所以他事實上親自來督導這個東西 是國際級的 我覺得那個到根本沒有 那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成立這三個 應該是合理 他的政見 我相信他也知道怎麼樣 跟以前的三十個辦公室 實在有四個國家隊區分 我覺得這個我其實是不太在乎這個 但是剛剛講到這些人 事實上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天就是說 在陸軍官校的時候 那個臺上 臺面上的人蠻少的 跟以前那個滿滿的人不太一樣 那我後來就發現他們就講像帥化民 他們就根本沒有去參加 就根本就不去參加 他們就是黃埔的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從心裡面上 可是還有一點抗拒 可是我覺得賴清澤那天講話 我覺得講得很好 就是說他把黃埔從這個成立到現在一百年的這個歷史 講了一遍 然後而且就是說你捍衛國家才叫我黃埔 我覺得這個是滿對的 不捍衛中華民國就不是黃埔 這句話有道理啊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好多將官後來聽了都鼓掌了 對他這句話是講得真的很漂亮 但是為什麼剛剛講到那個中華民國跟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地數 他們就帶你挑骨頭怎麼挑 他們說馬英九跟蔡英文當初講的是兩岸互不地數 而不是像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如果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兩國論 這是馬英九去挑剔他的 但是基本上他強調 因為他們的意思就是說他的那個國慶的 他那個就職的演說 其實他就職演說有很多講的也不錯 包括那天在軍校講那個也不錯 特別是講黃埔那個 很多很多人基本上是肯定他的演講 特別是他講那個捍衛國家的是黃埔精神 而且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埔就在哪裡 有道理啊 我覺得他那個話講的是真的是不錯 真的是講得好 所以你說到大陸去的那個紀靈年內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那天我在路上碰到一個媽媽 她就跟我講 她說你們當初兩講的時代大家都在反共 為什麼這些人通通跑去 她很不甩還問我說 她說你每次這樣講的時候 那些老國民黨會不會排斥你 我說他們幹嘛要排斥我 他們其實很多人心裡也是起了很多疙瘩啦 對啦 為什麼我們是反共的你為什麼要過去呢 其實很多人還是有疙瘩啦 那個媽媽就真的這樣問我啊 她說你如果在電視上講那些她老國民黨會排斥你 我說不會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賴清德今天問題就是她真正的原罪就是她當年講過那句話 我是務實的臺獨工作者 所以大家還是你知道在心裡面 其實我覺得她那天在路官講的那些話 真的講得還不錯 不過講實話 我也碰到幾個路官畢業了 有的年紀跟我差不多 有的只有做到少校 她就走了 她就離開軍均 然後去做生意了 有的是到了上校 當然我太太的家人有一些都是路官 他們不是路官 他們是正公幹校的 結果他們講說奇怪了 為什麼不敬你呢 這是個禮貌 這是個禮貌 就像說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我也在當議員 我當立委 甚至我那時候還市職位的總監 他到市職位來頒獎 我是代表市職位 我也是要跟他舉個功 為什麼 他是總統嘛 他是總統嘛 我也沒偷他 可是要不要表示我們對國家的尊敬 還是要嘛 所以這些人叫做沒禮貌 叫沒禮貌 但是這個沒禮貌就算了啦 因為賴清德也不在意 自然的感動 但是我是看了 有一點我不是生氣 我是難過 難過到覺得說 怎麼在民主國家 連這個民主概念你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 在這個時候 立法院要表決 刑監院所提的副議案 就是有關立法院擴權的法案 民團號召清鳥重返立法院來集結 呼籲藍寧不要強推民主倒退的七大法案 那為什麼賴清德也贊成呢 因為賴清德說是為了呼應超過50%的民意 民意有沒有超過50% 等一下告訴大家這怎麼一回事 我們先來看看相關報導來 下午兩點多雷聲大作 轉眼間大雨滂沱 卻沒有把青鳥嚇跑 像這名自治者堅持坐在暴雨之中 哪怕雨衣根本擋不住雨勢 仍然直視前方 微笑中戴著堅定的眼神 放眼望去 還有更多人同樣在淋雨 好不容易大雨停了 又除了大太陽 天氣變化超快 如同洗三溫暖 但該帶來的道具 一樣也沒少 一事無成 再講黃國昌 2016年奈介立委 沒有成功任何法案 這個是欺善怕惡 黃國昌只敢罵民進黨 對於真正作亂的國民黨 卻不出一眼 選對的人走對的路 選錯的人青島東路 全台青鳥再度集結 其中不乏南部 甚至東部的民眾遠道而來 表達公民意見 我們中午我們五個人 然後中午從高雄 然後對高鐵來 等一下趕回去 專程來 希望可以大家一起 就是真的 就是投入這一場 就是持久戰 目前看起來 未必能夠成功復议 但是這個過程 已經讓更多人看到 藍白這個結盟 對台灣民主的危害 我們一定要讓它 就是停止在這一步 19 20 21日 副議案在立法院審查表決期間 公民團體再次號召青鳥行動 重回立法院周邊 青島東路安排民主台灣 夏季學校課程 而濟南路上則有拒絕民主倒退 警告中國國民黨公民論壇 立法院周邊如同是一個戶外民主教室 無論風雨再大輕鳥越聚越多 展現公民意志 事實上超過五十趴的民意 我們在昨天前天的節目上 有秀給大家看 包括台灣民意基金會 尤其相關的一些之前的民調 都告訴我們超過五十趴的民意 是希望副議案能夠通過的 不過顯然的國民黨跟民眾黨 藍白已經合手 強力的要把它否決掉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民調是不是支持行政院 就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以請立法院來副議 支持跟非常支持加起來四十七點四趴 不支持的二十五趴 好 這是最新的 最新的 再看還有個最新的 對耐慶德的滿意度四十八點五趴 那當然其他的民調做的是五十趴以上 然後對國民黨滿意度剩下三十二趴 國民黨還不緊張嗎